我自己凉水的花架到了 尺寸再配件给你们列出来了 方便参考 这个原来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自己想想办法吧 这是定制的脚缸 这是两根50厘米的补光灯 这里是它的天下 也将是我以后的江山 那现在来看我怎么安装吧 材质很沉 安好之后肯定会很敦式的 其实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一个成品的花架带灯 还是非常划算非常香的 但是我家里的空间确实是小了一些 能够完全符合我需求的花架 又真的没有找到 空间上有限制 对瓦数我又有一个最低的要求 所以这一次就只能费一些心思了 这个灯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平台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力度 平台力减15%的 现在是在一个双11的活动保架中 我这两根40瓦的 原价是209 现在活动价是167两根 这两根都是五排灯珠的 照射范围是30厘米 别看是40瓦的 我前两天那个视频里 只双排灯珠48瓦的 照冰玉的效果也是挺好的 高 长 宽 一共是4层 这个尺寸是按我灯的需求来设计的 这个配件呢 前面有截图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是单独购买的 前面路丢了一段 你们就从这开始看吧 这个螺丝呢 我拧反了啊 你们要反过来拧 因为里面还要垫板子嘛 到时候就不方便 那这边呢 是架子的高度 105 然后底座这里 我已经让我老公帮我拧好了 每个脚分别都有螺丝和三角片固定啊 所以它其实是挺结实的 而且这个架子呢 我尽量是多用白方 减少重量 然后第二层 你们看一下这里啊 我会用一个三角片来固定 这样它就不会摇晃了 第二层按好以后呢 这个四角支撑就已经很稳固了 看一下这个钢的厚度啊 也很结实 我选的是3535乘以1.5的 四层按好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啦 因为我的阳台呢比较小 所以架子呢是需要移动的 我单独买了这个轮子 花了20多 是不在视频开头那个本门的总价里的 如果你们架子可以固定在一个位置啊 不需要移动 那就不需要去多余花这个钱了 阳台档的备位呢 就是既要占领空间 又要活动方便 这个轮子承重挺好的 我没有选那种特别便宜的塑料的啊 好了 整体安装完成 上面呢有扶手 方便挂灯 下面有轮子呢 方便移动 轮子是万向轮的啊 很灵活 而且有两个是带刹车的 架子呢也很稳当 不摇不晃的 最后呢来挂一下这个核心 两个50厘米长 40瓦的白光灯 直接用扎带挂到了这个横梁上 也不需要用灯架 目前呢我是挂了两层 之后呢还会再入两根 那接下来最后的任务呢 就是需要给它铺板子了 到时候呢 我会用家里装修时废旧的那个木地板 把它来铺上 那这样呢就又省下了一笔开销了 要上架子的肉肉呢 我已经提前先种好了一部分 那现在呢万事俱备 只欠木地板了 那之后来等我的后续吧 那里头是 优优独播 在那个 杆 你们